香港時間早上九點半左右 這個題目是想講一段時間 我相信昨天白熱化 為什麼白熱化呢? 就是盧文端是屬於福建、菲律賓、華僑系統 就說不要就價三條壓法 他說免得被民進黨檢測槍 但是行政長官的家超就說 不是,今年會照樣就價三條進行壓法 按照日程進行 盧文端說的話就沒有人矮 那些人就很奇怪 不是,現在已經清一色了嗎? 為什麼突然會殺出盧文端? 盧文端是很保守的人 很左、很保守的 但是我想說盧文端這個人是 後面是習近平某班人想找他說話的 他這班人,應該習近平裏面有一班人就覺得不應該立法 他想利用國安法的特殊權做一些事情 那大家有另一班人就有另一種想法 這個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最值得注意 我們要說這件事的時候最好的是 為什麼呢? 先拆一拆盧文端的背景 因為華僑背景我就有點認知 這班人就很陰陽怪氣的民建員 不過我有一班陰陽怪氣的 我就由差不多這班陰陽怪氣的人 然後就作出一個評述 首先一件事 在港共陣營裏面 就北歐有一班華僑系統的人 陳勇呢 陳勇是印尼華人 洪惠文都是印尼華人後人 洪惠文兩個都是印尼華人後人 他們是80年代才送下來的 盧文端就聲稱自己是被紅衛兵披鬥 然後呢 游水下來的那些 盧文端是飛過崩 蔡素玉是菲律賓 你這樣一拆的 你就大概知道的 因為呢 他們是左的 他們很左的 他們通常都 有原因是他們左的原因 因為呢 很保守很左的原因 因為第一他們本來的底都紅的 他們不是今天紅的 一直都紅的 一直都紅當當 因為他們那些是所謂的 叫做愛國華僑那些後人 盧文端是愛國 所謂的菲律賓那些愛國商人 那些華裔商人 然後就回中國 所以多數是福建石斯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所以石斯很多都跟那些 南洋人那些有關係的 很多都有關係的 但是這幫人呢 如果是印尼那批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70年代來的那批 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批 都是完全不同的 我是70年代來的那批 那批後人 那批是趕出去的 驅逐出境的 全部是驅逐出境的 中國政府要他們走的那些 那些 在睡覺示範 所以他們拿那張不是什麼 港澳通行證那些 不是的 那些是中國政府要他們的 那些是那個通行證上面寫著 要是 香港是過境的 他們是要回印尼的 全部都 很清晰的那些 這個是有背景的 這些原本有背景的 80年代來的那批 就已經是 另一種東西的 那些就已經是 沒有什麼勢力 它本身印尼也沒有勢力 中國也沒有勢力 我們是香港條條性 除了靠拆鞋 還有什麼好做呢 沒有什麼好做的 他們除了靠拆鞋 他們跟香港社會的融入度 都很不同 見到他們說的那些 香港語都是有香音的 就知道 我們那些 也讀不懂英文 很多都讀不懂英文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是我 比較明白的 這件事 OK 接著 你說菲律賓那些 就陰陽怪氣 就像蔡素玉 蔡素玉 因為那些是 北角那些 北角那些 小福建那些 那些人 最核心那些人 你是想到那些人 有多陰陽怪氣 和聯合組部 即是新加坡部用股 那個會影響 所謂的僑務工作 華南養的工作 所以呢 那些蔡素玉 他採出的立場 又怎樣 經常都叫 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情場 那個比較特別 那個比較特別 還有情場算是中國 體制裏面走出來的人 那個比較分析的 那個 當時真的會分析 但是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大部分 菲律賓華僑系統 出來的那些人 都是非常 第一 他和福建非常之密切 第二 這幫人說話極左 個個都是這樣 因為這幫人 在北角小福建 新光戲院 新老城那些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混雜了的部分 為何那些人 連西洋那些人 哪裏的呆多 因的有少數 所以這些 因緣 我就明白的 大家明白 因為印尼那些 有一些會繼續返鄉 有些人完全印尼化 或者荷蘭化 就好像我這種 印尼化 因為很多人連中文都不懂 在我家族成員裏面 有人不懂中文 我們有不少的 那件事是很整理的 所以盧文端說話,如果照他的背景 加上他有很多生意的福建 他是習近平福建幫系統裏面的人 就想繼續用這個 第一,他們不想背鍋 萬一對台工作有什麼失敗 譬如民進黨大勝 第一,他們說明沒有背鍋 不關我的事,我說了 我叫你不要,我說了 有什麼事,就鄧炳強負責 如果有什麼事,再退 工作失敗了,就把鍋子寫給鄧炳強和李家超 這是第一 第二,他們這班人仍然想用那些非常權力來軟弄 搞民主派 因為那些人是極左的 極左那些最糟糕的 南洋都有幾隻 你說極左那些 菲律賓那些比馬共更糟糕 比馬共後人 馬共後人就不用過 馬共後人那些 薩拉拉那些 薩拉拉那些 你問Jacky Lim 你問林鴻達 他稱的那些 因為最近 薩拉拉那些 那些 加里曼丹那些 游擊隊那些 以前那些領袖 文明權 那些兜友那些問題 你問Jacky Lim 我不夠熟 那些 那些 但是你說菲律賓 你說 印尼那些 多數就看什麼時候來 還有印尼那些 很多都很想反共 因為印尼那些 我們都是被困的 但是我 天真地相信共產黨 就是印尼共產黨 比中共早的 中共一帶 那時候 共產國際的代表 馬林 那個是Dutchy 那個日子 是印尼共產黨的創辦人 印尼共產黨是看著中共出生的 什麼時候到底中共 怎麼樣印尼共產黨做事 什麼時候到底 什麼時候到底中共 怎麼樣 KPI KPI 就是Communist Party Indonesian 那個 簡寫來的 因為印尼文 跟德文很相似 所以 有時候我會講到 Party 有時候 Pathai Pathai就是德文 Party 意思 一樣 那些 Communist 都是K K開頭 不是C開頭 是K開頭 韓文 德文 印尼文 有時候會勾成一碟 因為印尼文是借韓文的 韓文是跟德文有關的 韓文 所以我們說的 是像德文 或者像德文 英文 有原因 印尼和馬共那些不同 這些都不同 因為那個語言 就不同 就不同 所以你說 奧文端代表什麼人 就是 習近平身邊的福建幫 那幫人 那幫人 那幫人是很仆街 我大致猜是這件事 因為你要做一些背景才明白 好了 我無論你就是 李家超 李家超 你說的 做法又好 還是 盧文章的做法又好 我可以很肯定一件事 西方兩個都不會收貨 不用這樣了 西方不會收23條貨 亦都不會收 因為23條這個本案是西方不想要的 23條是你中國1989年北京大屠殺 開槍殺了自己的學生之後 他加下去的 好嗎 這個本身是反人類反人權的 為什麼要23條立法 那些人說 什麼分裂國家 煽動動 第一 西方很多好視這些立法 第二 沒有什麼顛覆政權 這些簡直是荒謬的罪行 你說分裂國家 老實說和平分裂國家 有什麼問題 你透過公投和 referendum 你不要暴力 其實你就算美國 你出現它的法律 第一扇法律 後面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ax 後面的 你是有武裝的 大佬 你沒有武裝 你沒有武裝 你還在說什麼 那件事很簡單 你涉及武裝革命 你不涉及武裝革命 是沒有事情 是不是 以及 後面西方這些法律 德國這些都是 你是意圖overflow democracy regions 你是要意圖顛覆 民主政體 民選政府 這些國家安全法 本來的本意就是 保護民選政府 就是為什麼 MY6 的揮號裡面 MY5的揮號裡面 會有英國國會的揮號 它的意思就是 可以保護英國國會 Parlamentary sovereignty 後面的democracy system democracy institution 我想問現在 香港是不是民主的 這個很簡單 我一個問題 我飛過來 一個問題 可以 香港是不是民主國家 香港不一定是民主國家 你說 以前國民黨 年代 你用了所有 所謂國家安全法 搞反對意見人士 當然不行 因為蔣介石不是民選的 但是你現在的民進黨 你用那些 和一套法律去對付人 總之你不要使用酷刑 那些東西 你是可以的 就是對付《中國時報》 對付蔡顯明 對付台灣裡面的共諜 那些是可以的 原因是 你是捍衛民主政體 民眾一民一票選出來的 為什麼新加坡的 Internal Security Act 那些可以講得過去 就算李光耀多壓多 比起西方而言 比起其他人 因為 ISA是英國人定的 給李光耀 不是李光耀自己要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Internal Security Act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 大哥 新加坡是民主政體 算是 他仍然是一人一票的 仍然有反對派 他反對派不是違法的 只不過是 他搞的制度很難選 結果就變成了威權制度 但是他後面仍然是 一人一人一票 你香港連一人一票都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你現在那些什麼選舉制度 那些完算少計制度 那些什麼選舉制度 你只是說這件事情 所有立法會員 全部的那些都沒有任何選舉 那就是 所以你說你23條 我告訴你怎麼定 都沒有用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西方要求是 你就算有23條 第一 你一定要有民主政體 沒有民主政體是不能搞的 第二 你都不是民主政體 你立什麼23條 更何況是23條 根本就是 是8964之後 北京大屠殺之後 為什麼 我可以對付香港人用的 你已經瘋了 這些法律 你回去早上 那 好的 the next question 就是 習近平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西方可以接受呢 我真的要 就是23條 要令到西方可以接受 幾件事情 第一 要初選案的人 要全部放下 不要再有什麼初選案和聆訊 初選案會不會平的 歐克軒的政工 我會平的 那我再看幾天 因為這個人的政工比較奇怪 我暫時要落定的不是那麼容易 他比較奇怪 因為他那些似乎是幫人一生的 他的政工 他似乎比較奇怪 他的政工比較奇怪 OK 你問我 我怎麼看 你首先 初選案 放了這些人出來 你至少有一個 txt很簡單 你毛孟靜 應該給他保釋 喂 Face Bowling 病危 如果這件事 我真是找英國國會議員 真是 我真是找英國國會議員 Face Bowling 我記得他是 都是党員 都是保守黨員 以前保守黨 香港的Association 有他的名字 喂 如果這樣來說 我不如找Tory Overseer Association 那邊 說這件事 喂 如果我真的 我出來的話 我告訴你 這件事很好看 英國政府 你真是 但是我可以 你怎麼 你變成 昂山素姬 和他老公的故事重演 你不一定 我看鄧鼎和你家超怎麼搞 雖然我知道 鄧秉恆和李家超 都是人渣 我告訴你 香港的警察 哪一個好人 沒有一個好人 連他的家屬都不是好人 我告訴你 但是Anyway 西方可以接受的 你放回47人案 放回所有暴動罪 全部特赦 或者釋放特赦 2019年的事情 不要再搞了 然後 談一個真的 雙普選 行政長官普選 立法會 普選 不要再有什麼 工人組別 什麼選舉委員會 西選委員會 全部都 told you fuck off 你給回一個真正 according to Joy Declaration 那個Democracy System 但是這樣說 你23條就能說過去了 因為到時你就是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defense the democracy Democracy的institution 這個就能說過去 西方會接受 西方國家安全壓法的前提就是 捍衛民主制度 香港哪一人是民主制度 所以你說昨天你運稅 還在這裡分享葉劉淑儀那些 我說回去 你回去扭街 你 23條就是葉劉淑儀搞出來的 一份 就來搞23條你去幫葉劉淑儀 share 東西 你在瘋子嗎 黃少奇先生 你真是扭街 做鬼都做這樣 你不要去找牛正咬我 告訴你 我肯定會進去那裡 這個黃少奇 這個黃少奇 一個周軒教出一個黃少奇 OK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 老實講 我對葉劉淑儀 這個人是憎恨的 這麼多年也是 2003到20年了 我這個人真了20年了 這個人真了20年了 這個人真是賣港產 真是要街上去坐牢 就是這樣的混蛋 說真的 你說23條 你說什麼時候可以立 你香港有槍普選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 真正槍普選 我還可以走得穩定一段時間 我要保護民主制度 但是香港會不會有信用 但是有一樣東西 很簡單 習近平不會做任何事情 所以一定是會做些最糟糕的事情 不會符合西方要求 他一定照23條雅法什麼 你看到的東西很簡單 香港的電台 收緊了牌照條款 要你每個半個小時播什麼 國安節目 屌屌聲這些 什麼國民教育節目 你洗腦啊 你 你去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你什麼都要加國安條款 你知道這些事情 擺明是習近平底庫思維的夏寶龍啊 夏寶龍啊 你怎麼想出來的 夏寶龍是什麼人 是大家心照的啊 日後這些 有什麼人 中國瓦解之後 抓他回來香港受審啊 大哥 軍發審訊啊 這些戰兵者 跟他說那麼多浪費 你問我對這些人 我真的完全是 除了是憎恨之外 我真的沒有別的東西 我告訴你 很簡單 白卡平什麼都不會做 這個白卡平什麼都不會做 符合西方要求 他只會盲個硬個 沒有勞敦的方法 你說希望二十三條 根據西方民主人權標準 去定額什麼 沒有可能 不用這樣了 我只會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因為這個 因為習近平的問題就是 他的底線思維 他的底線思維 他那些就是怎麼樣 他根本就不尊重一個人 就是要讓香港人死 這個人根本就是心的變態 心的牛曲反社會 這傢伙反社會人士來管香港 是李老闆 所以我對習近平沒有期望 我很簡單 基本法 如果真的是二十三條立法 也好 什麼都好 一意孤行 我覺得英國可以這樣 如果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 不需要談 有那些立法條文的 直接給回BNO BCW 什麼BNO visa 講什麼BNO visa 你還可以接受香港人好過 講經的嗎 現在 他們解決NPF的問題 BNO NPF問題 就是香港英籍人士的NPF問題 盡快接受香港人 因為這個習近平一定在癡 他一定 最後 這個 我看到盧雲丁的人這樣 其實 最後 有一班人是想把香港變成新疆 然後就好像對付維吾爾人 那樣對付 你以為中國人做不出 中國人不夠 你以為中國人的心對 多真是香港人 你就明白 當你知道這些 你想想想 甚至我對那些 網絡 他們搞搞香港人 那些 那些手法 真是很惡毒的 我只能說 是惡毒的 我只能說 近來我開始慢慢 執領了 Google那些東西 開始 開始正常了 我應該可以 當然我還要觀察多幾天 但是至少是正常的 我看到 開始正常了 但是 你想想 這個 這件事 後面 就是這班 中國人 我真的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你真的 你覺得習近平 會按照人權標準 來定格 一定不會 鄧炳強那些 根本就沒有人權概念 鄧炳強這班人就是變態 然後他後面那些 盧文端那些是更變態 鄧炳強是變態 盧文端是更變態 那些根本就不是香港人 我懷疑 根本他對香港沒有愛 這班陷阱 所以我對各位的忠督就是 有得走就好走 香港來做什麼 香港會變廢墟 再給這班人管過去 所以我原來西方回來 又如何重建過 可能更好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我講到這裡 就 sign off 今晚香港時間九點再見